大家好,这里是老赵 现在是4月10号下午3点 今天据说的话是 俄军药宅老德萨 有什么破坏行动 然后今天一天都是戒严的 然后乐得清静 就在家里面 看看书啊,写写东西 嗯,这个就是 床室中安东的妈妈做的茶 然后把它放到杯子里面 倒入热水 就可以喝了 里面基本上就是一大块橘子 然后喝糖 混在一起,不,喝蜂蜜 因为今天不能出门嘛 所以说昨天工作量 一下子翻两倍 到晚上9点才回到家 我的天哪 然后我们选的 那个司机 就是你们说 长得像亨特尔先生 那个人啊 他 开车送我们 但他以前是个暴走族 你知道吗 我妈呀 他开车开的 简直是 我都快把我的胆囊 给吐出来了 然后 他在加油的时候 还能够给我跳舞看 然后我回到家 现在我还是想吐 晕车到现在 所以说 这真的不是一个轻松的活 就反正今天的话 在家里面 看看书 写写东西 挺开心的 而且还有咖啡 泡着牛奶 行吧 今天这个视频挺无聊的 然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